《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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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藥病 咱們剛才也提了一下 鴨藥病是會疑疑傳的 它通過父親的基因 可以傳給下一代 傳給下一代 而且鴨藥病病人 如果不發病的時候 它表現的是 跟正常人是一樣的 但是有的病人 年紀輕小孩的時候 六七歲的時候 這可能會發生經常的頭暈 發生頭暈的症狀 這說明腦控血不足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高度的警惕 煙霧病的病因 我們要及時的給患者查 查什麼 查這個腦血管 查腦血管以後 然後看看孩子是否有煙霧病 同時呢要對孩子的家長進行篩查 跟他的親戚 朋友 兄弟姐妹 進行篩查 筛查以後把這煙霧病筛查出來 做到早期的打敲 早期的治療 防止出現一些嚴重的後果 因為如果說是得煙霧病以後 它會出現反覆的梗塞 反覆的出血 讓患者在早期 早年的時候 就會出現嚴重的併發症 從而影響到生活質量 和家庭的這個幸福 使用歧視 這次給患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